视频开始前请您订阅关注一下 记得点赞 感谢您的支持 这是金刚系列电影解说的第二期 没看过上期视频的同学 链接就在下方 金刚首部电影上映于1933年 之后在1976年和2005年翻拍了两次 值得一提的是 这两部翻拍作品都获得了当年的 奥斯卡最佳视觉效果奖 剧情用一句话就能概括 一只大猩猩和他心爱的 芭比娃娃的故事 这部电影的看点是特效 但最能打动人的却是一个情字 首先简单地介绍一下剧情 然后再来说说 为什么2005版是最好的 而1976版是最差的 1933年 美国正处于经济大萧条最严重的时期 歌舞演员埃戴洛工作的剧院倒闭 他无处可去 流落街头偷苹果时 被集圈女主角的一个导演相中 卡尔是一位以拍摄异国生物电影而闻名的制片人 准备出海去拍摄一部电影 最终的目的地是骷髅岛 这座山因为像头骨的外形而得名 传说此处有一种巨大的怪兽 在航行过程中 喜欢杂耍的安很快跟船员们打成一片 还和编剧捷克成为恋人 这一天晚上 轮船在迷雾中失去了方向 然后歪打正着地抵达了骷髅岛 卡尔带着剧组上岛拍摄 发现土著部落正在举办祭祀活动 准备将一名年轻的女子献祭 酋长看到安之后 想用六个部落女子交换她 因此引发了一场骚乱 最后还是船长及时赶到 救下了他们 当天晚上 土著偷偷爬上船绑架了安 众人发现安失踪之后 急忙带上武器前去营救 土著把安当作了献祭对象 将他送进大门绑在了祭祀台上 不久之后 一只巨大的金刚出现 将安掠走后消失在森林里 船员们组成救援队 跟着金刚的足迹 一路来到岛屿深处 途中遇上恐龙 猛兽等巨型生物 每经过一段路 都会牺牲一些人 而卡尔却面不改色 一边走一边拍下整个过程 安被金刚带到一处遗迹 他屡次试图逃跑 却也都被金刚发现了 一次逃窜过程中 安遭遇到很多巨型生物 而金刚拼命救下了他 这让安非常感激 自愿爬上他的肩膀 跟金刚回到洞穴里 这天晚上 杰克偷偷摸进巢穴 趁金刚被蝙蝠包围时 救走了安 金刚为了抢回安冲入村落 船长让人释放了大量的麻醉药 安恳求卡尔放过他 但金刚还是被制服并运回美国 回到纽约后 卡尔靠抓获金刚名利双收 在百老汇剧院举办演出 因为安拒绝参演 剧走就挑选了一位 非常相似的金发女演员 金刚发现她不是安后 大发雷霆 再加上闪光灯的刺激 金刚用蛮力挣脱铁链 闯出剧院 军队抵达后展开猛烈的攻击 金刚带着安逃到帝国大厦的顶端 不久之后 六架飞机展开攻击 金刚用尽全力击落其中的三架 最终身负树枪 立即而死 从楼顶坠落下去 2005年的翻拍版 剧情非常接近原版电影 同时又做了一定程度的改编和深化 原版电影更像是一个架子 在著作细节上显得有些空洞 打个比方吧 1933版的金刚 很像2009年上映的阿凡达 观众被远超同类水准的特效画面所震撼 却忽视了她的一些问题 比如情感铺垫不足 矛盾冲突态形式化等等 而2005年的翻拍版 将这些地方都一一补足了 这部电影全长150分钟 花了很多时间 铺垂女主角与船员 杰克等人的关系 为众人营救她 提供了一定的感情基础 没有人是活雷锋 不会为了毫不相干的人 搭上自己的性命的 第二 电影花了很多精力 塑造安和金刚之间的关系转变 很多细腻的表现画面 令人感动 削弱了金刚的兽性 却张扬出她温柔可亲的一面 甚至充满了孩子气 使得悲剧性结尾更加令人痛心 第三 2005版的电影 进一步彰显了人性的丑陋 将导演卡尔 从反面角色进行塑造 把诸如欺骗 自私 冷血 贪婪等缺点 都集中在她的身上 为了拍摄一部成名电影 几乎是无所不用其极 丝毫都不顾及他人的生命安危 所以在我看来 2005版的金刚 在各方面做得都很好 也比很多怪兽电影 灾难电影更加优秀 看懂了以上几点后 我们再来回顾一下 1976年的金刚 这部翻拍作品做了几处改动 一个船长要去一座岛屿上寻找石油 途中救下一个落水的幸存女子安 这个萍水相逢的女人 本来就与众人缺乏感情基础 偏偏还将人物塑造的 极情交情作作虚伪无聊 这座船上还隐藏着一个生物学家杰克 剩余的剧情设定和原版差不多 但船长率人去找安 并不是为了救人 而是为了捕获大猩猩卖钱 此外 这部电影把大猩猩和安之间的关系 设定得有些不伦不类 金刚居然有那方面的意思 也许创作人员认为 动物只会为后代或者伴侣 拼死搏斗 也许吧 不过让动物爱上手指大小的异类 恐怕导演平时没少玩五指姑娘 不然绝不会有这么龌龊的剧情设定 最后的打斗戏 电影也做了改动 放弃了帝国大厦 选择了刚刚投入使用的世贸大厦 这一点同样是为了吸引观众 博取眼球 但场面看上去却差了不少 属于没把力气用在该用的地方 派拉蒙影业在制作这部翻拍作品时 还是很有野心的 他们想重启这个系列 让它贴合着时代向前发展 所以把剧情从1930年代挪到1970年代 把社会背景从经济危机转到石油危机 搏杀场面从帝国大厦挪到双子塔 但这部电影最大的失败在于 改编的地方都改错了 需要发扬的地方却毫无长进 导致剧情发展 该快的时候慢 该慢的时候快 角色之间都是独立隔离的 情感连接非常单薄 所以电影上映后 导致负面评论一片 很多人甚至认为 这部电影还不如1933年的老电影好看 可能正是因为有柏拉蒙影业在前面踩坑 2005年的翻拍版 才明白了应该从哪些角度发力 从而让整部电影变得异常丰满 再加上特效技术发展的加持 最终诞生了一部佳片 下期视频 我们聊一下金刚电影的演化 它在四个年代都进行过努力 只是结果不一 具体的下回再聊 最后麻烦你订阅关注一下 记得点赞 我是脚本 下个视频再见